詞曲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今天 歡迎收看小明星 會做這個東西其實是因為 最近工作結果到手遊 就是日本的手遊公司 然後我是幫他們升級他們的路要熱色 我就發現 基本上你在網路上你想找到一個手遊色惡的原始嗎 其實非常困難 那在台灣現在EDGAM 像我昨天是去那個ED SPACE 那EDGAM的發展已經很完善 然後做單機遊戲其實也都已經到完善了 可是 我們現在想做一個有連線遊戲 有色惡的遊戲或是做一個手遊 大家其實都還是很模糊 那所以我先問一個問題就是 在場有多少人是寫WAVE 看起來還算多 所以基本上現在 大家已經具備了就是寫手遊的一個基本條件 我們先不討論就是連線遊戲 我們先討論是手遊 就是日記卡牌所有 大家都已經具備了基本條件 總之我是倉實 然後現在應該是有點過時的倉實 就是在社群混比較久的時候 就有點直立 那可能有些很多信念頭都沒有看過 那下面那個 就是我的Twitter跟Facebook的帳號 之後會後有信票可以再加五 然後這幾年因為我在 五倍正確公司 所以大部分時間都是去刷日本研討會 那這是我剛退伍的時候 去討論那個 就是OpenGL 關於Shader跟Ruby 整合的應用 那就是當兵力比較閒的時候 要做一些那個 腦力運動不然可能會智力退化嚴重 好 那目前公司叫五倍紅寶石 那基本上我們沒有紅寶石監店服務 然後同事平常的狀態是這樣子 然後聽說一層體驗上面 東西是錯的 就是我原本以為我整個下午的時間 然後我就直接教大家怎麼寫了 然後上面列的內容 是我原本想教大家寫的東西 可是實際上我只有四十分鐘 然後我昨天晚上很高興想說 其實我應該有六十分鐘吧 最後還增加他三十頁的簡報這樣 好 所以今天想要訪問的東西是這些 那我在禮拜三的時候 我在台北遊戲開發的論壇已經 講過這些東西了 可是呢 其實裡面有些東西 大家都已經知道了 所以我們今天 比較著重在於 我增加簡報 就是那三十頁就是開發物本 所以 我在台北遊戲開發的論壇的時候 第一件事我先跟大家講說 手遊伺服器是什麼 剛剛只有兩種 就是會斷線跟不會斷線 所以 手遊伺服器就是會斷線的伺服器 為什麼 我們開 我們做Web的時候 User下的玩家基本上就斷線 那 HTB2 或WebSaki可以保持連線 但平常就是 我送完東西我就斷線了 所以手遊伺服器就是會斷線的那種 所以不需要保持連線 而且很容易做嘛 反正 我根本不需要保存我使用者的狀態 我就是送完條我就斷線了 所以我還要外面解釋說什麼是HTB協定 那 超簡單的就是 送資料之後 會算結果我就寫斷了 然後會斷線的遊戲 好 那 就像第一個就是TCP 那 如果您可能有接觸過 比如說遊戲伺服 或是以前的ANORPG 線上武器化 你會知道 通常我們只有登錄的時候會用TCP 因為就是 確保說User是正確連線 那連線完之後我們其實就用UDP 就是廣播 反正我不管它有沒有收到 所以你才會看到 以前玩遊戲LAG嘛 就是瞬移 因為我才不管它有沒有收到 反正它 我送了嘛 你沒收到是你的事 OK 那 HTB協定很簡單 因為什麼 它基本上就是一堆文字 我前面有的是Head 那Head 其實就是 例如說Pose 帽號 然後 Ruby.tw 這樣 所以它實作這樣簡單 那 想要做長連線的話 你可以用WebSaki轉長連線 但有缺點 用WebSaki的話 還是維持TCP狀態 所以其實 譬如說 有些公司就很說什麼 我們做一個Centify的遊戲 要做連線遊戲 那你看 要想一下就是 這遊戲RODE會不會很重 或是 它其實沒辦法做太極石的遊戲 當然 日本手藥還有這種假極石 什麼 就是 你看是打共鬥 然後 大家那個BOSS會一直跳耶 可是為什麼 每次 我招還沒放穿 那BOSS被幹掉了 原因就是因為 它五秒重新整理一次嘛 所以這叫假極石 就是 它真的有在同步啊 可是它不是馬上同步的 你不會即時收到資料 所以我們先做個假設 就是 手遊伺服器 基本上 就是一個WebSaki 所以要怎麼開發呢 那 我那時候我跟大家介紹的時候 很多好幾種語言 那 以 日本來說 就是都比比較多 那 像 現在大家可能比較熟 就是雷亞的Story卡 那 前幾天就是 在禮拜五晚上 我跟他們聊一下 他們說他們用Golet OK 那 PHP的話 H955遊戲公司可能會用 那 其他幾種語言的話 你可能可以嘗試看看 但 不一定是 你想像中的美好 那 主要差別就是 有沒有要好的Frontwork 因為 如果你 因為我這個題目是 針對五人下校團隊的 所以 你會有一個問題就是 假設你想要完整自己開發的時候 人少的時候 你的 這個team 能不能好好地 處理這個東西 OK 所以基本上 我來舉個例子嘛 就是我工作上 我們就是Rubium Rules 第一個就是 日本手遊 常常使用 然後再開發程度比較短 那像 片局變化有 像這種東西 為什麼看法真的比較短 因為它很多template 很多預設的東西 你基本上沒有做什麼事情 web社會就見起來了 然後 也可以點好DB 可以做好事情 大概就是 Rubium Rules比較好的特色 其實是這種東西上手 所以 總一上手到就是 有人寫Rubium 但不知道他在寫Ruby OK 那 另外一個就是生態系玩者 就是很多套件 所以 大部分情況下 你只要裝裝套件 就解決了 OK 那這是今年 應該是四月左右的時候 我們在日本 就是Rubium 開啟 那我就問了 那裡面其實有好幾天 那個遊戲手遊公司 當鎮廚廠 就是 在台灣蠻難遇到什麼事情 那我就問了幾家 像那個就是 那個是 怪物彈珠 然後他們就說 欸他們的server 其實就是Rubium Rules 所以 其實日本的公司 很多人都用Rubium Rules 所以你做手遊server的時候 其實你不需要care 的時候 欸server會負擔很重 其實負擔重 通常都不是在你的server上 OK 然後 順便介紹Ruby開啟 Ruby開啟 就是一個喝清酒 喝到飽活動 OK 然後 其實他們裡面很技術啦 例如說 像這個東西 他是講說 用Ruby去串 藍牙 然後去控制 星際大戰 R2-D2的機器人 這樣子 所以 基本上 他們裡面是個Ruby研討會 但你在裡面都看到 台語在跟你講C語言這樣子 好 那 在台灣的話 其實用Ruby on Earth 有些困境 第一個就是 Ruby為了好的相同性 所以 基本上就是 你在這種升級版本 舊的code不會壞 所以 他為了這件事情 他改進是很慢的 所以他唱片 一直跟不上C語言 然後再來就是 嗯 我們Ruby社群有點邊緣啦 就是人少 OK 所以你在台灣都他要找人 再來就是 Ruby的設計裡面是 就是整坨一起寫下去 所以 你不好 拆成什麼Micro Service 但是 據說 拆成Micro Service 也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因為 等你要拆的時候 你也有錢 OK 所以 那時候我就跟他們講說 欸 要選什麼語言或框架 看你沒有人嗎 然後你遊戲怎麼玩 然後你要怎麼Dequay你的遊戲 什麼 然後再就是 有沒有人maintain它這樣子 就那時候 隨便給個意見 反正簡單說 Indiegan最大問題就是 沒有什麼人 就算你找到一個 跟你聊很開心的人 他也不一定要跟一起做 他可能會覺得說 啊沒錢啊這樣 所以 看你現在 之前的事情這麼遠 你聽你沒有什麼人可以用 就先用什麼方式做 OK 那這篇畫後面其實 我覺得 對大家來說可能不是很重要 因為大家都有辦法自己寫 所以 我們等一下重點就先多放在自己寫 因為其實我只有40分鐘 好 好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 開發的部分 那開發的話其實有幾個技巧 一個叫做OOS 其實 我們玩很多手遊 它大部分的情況都是用OOS 做的 就是你的登錄其實它用OOS解決 那 這東西為什麼 因為它就是一個SOP 很簡單嘛 我只要找SOP做完之後 就有一個可以登錄的方法 所以大部分時候都用OOS 然後手遊其實是會做客製化 那 客製化的理由 其實我有點看不懂 那 後來發現其實是因為 像這幾年我們會 Google什麼 會推Lessing Quip 要HTPS加密 那 這東西 搞不好以前手遊都沒有做HTPS加密 所以就是所謂裸奔狀態 然後OOS的話其實就分幾個階段 那 這東西我想 大家可能都穿過什麼Facebook登錄之類的話 大致上都很熟悉它這幾個流程 那 當時我要跟他們介紹 所以就我會稍微介紹一下這個東西 所以 這東西是SOP做法 那 你就是不高興 你就是說 反正我只要Return一個帳號密碼 登錄都沒差 那你還是可以自己做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真的沒空的話 你就找個原端服務代替 OK 像Firebase或AWS 因為那個時候我是 佔用贊助商之間演講 這樣 所以我要介紹一下AWS OK OK 好 那 Firebase 後台其實找不到匯出 所以你使用Firebase的時候請小心 就是 裝下去之後就跑不掉了 OK 然後 而且偏偏我在做這簡報前幾天就看到 米點有個外國做慕斯網站 他說他用Firebase 然後寫錯一行code 原本 Count是在那個 就是他存在一個key裡面 所以他可以直接拉那個Count 但他沒有拉 結果他72小時被收了1萬美元 所以使用Firebase請小心那個收費問題 OK 那API設計第一個就是 記得SSL加密 對 那或者SSL加密 如果你不想遇到大量的外掛 或是各種奇怪的情況 就是加密 然後 大部分的Case下 你參考RESTful API設計就好 因為其實我們剛剛前面有提到 我們是會斷線的遊戲 所以我們也會保持玩家狀態 所以RESTful API裡面其實有提到 就是好的一個RESTful API是Staties 就是不會有狀態的 所以你參考他的設計的時候 你也會同時考慮到怎麼樣設計一個比較沒有狀態的東西 所以理論上來說 我玩家每一個操作 都是一個狀態下去之後 我一個RESTful下去之後 他就應該推出玩家當前的狀態 那舉個例子來說 就是例如說 我現在有個段不列表 要不要開始遊戲 OK 那我們平常做Web的習慣會是什麼 我就按開始遊戲之後 他就回傳第一句話 然後接下來 你的遊戲場景還沒切換 所以玩家打開畫面之後 場景切換他的Core API變成第二句話 所以這個情況下應該是 我按下開始遊戲的時候 他應該是回傳一個什麼 他應該回傳一個開始成功 然後你的遊戲才可以去觸發那個換場景的事件 然後切到遊戲開始對話 譬如說我是一個AVG遊戲 他才會切到一個真正的輸出對話的地方 然後才會跟他講說 下一句話 然後他就會回傳第一句話 那像這種東西其實是一些關於就是 你去怎麼設計API 然後讓他是比較無狀態 還有就是確保玩家在中轉的時候 可以繼續這些問題 你要去考慮到 那就是 其實用Json很方便 因為Json其實在很多語言上 都已經用原神 或是好用Library之人 所以用Json格式方便 不過記得就是 就是在手遊社會設計上的時候 你會發現一些奇怪的Json格式 不是他會有奇怪 而是因為 有時候你這樣子就是比較好穿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 喔對 就是遊戲圈的朋友 常常對Web有些奇怪的理解 譬如說我要跟他們講說 就是不准把S2加密 因為你有機會遭遇到中間的攻擊 那 因為他們有時候對Web的理解是 就是 有點偏破 就是他們可能是以前大學學過 但是他忘記Detail是什麼 所以他會有些奇怪的理解 那我這邊其實大部分 都在做一些可譜的東西 所以我們這邊也跳過 OK 反正就是 如果你過S2加密的話 照片就先被幹走 現在想把他幹走 這還蠻容易的啊 那S2加密其實就是 因為我會驗證Key嘛 所以 就會被幹走 所以大家記得 這年頭如果你做個Web server 還不上SSL的話 是有點危險的 而且現在空最新版 也會跟你講說是不安全 OK 然後 某些國家手機 多擠把YOWKey 就 我們就先不討論這個問題了 那 雲端伏話基本上都有 YOWKey會幫AWS 那個是宣傳一下 那 這個大家可以無視那個AWS 好 那OOS2基本上 我根本是覺得說 大部分情況 只要是你用一些朋友 如果有高校七 他只有現成套件 大部分語言都有 然後像Ruby的話 我就是用一套叫Dole Keeper解決 OK 那 聽起來很簡單 就是我裝完一個套件就會動 登錄系統大概 五分鐘內完成這樣子 沒有那麼簡單啊 因為 麻煩點在於 請問一下 我Token放在User的手機 你知道這個User的手機裡面 會不會裝完那個什麼 什麼 360 防毒衛星 這超難防止他 對不對 所以 第一個就是 大部分現在的手機 都有硬體加密模組 然後那個東西就是 它這個晶片 所以 你可以把東西存在裡面 所以 一般來說 我們可能就會生成一個Key 然後存在裡面 那那個東西只有User 同意的時候 可以assess它 然後我們再把 我們的 拿到這次的Token 塞進去嘛 然後 再就是 OOS2其實有refresh token 所以為什麼通常選OOS2 因為 這對安全性來說 是 但是在行優秤上來說 是比較有保障 因為你有些機制可以幫助你去改善它的安全性 OK 再就是Device ID 就是你要認手機 因為通常Token掉的話 我今天就去模擬它操作嘛 那我現在還是認手機的話 它就比較難模擬一點 OK 不過 大家最喜歡用Unity 就是台灣學校都喜歡教Unity 但是 好險 就是我找過 就是剛剛說什麼 用硬體加密模組 在Unity上面 都沒有辦法 做 OK 那等一下我再幫Unity 就是最後的時候 我再幫Unity 就是 辯解一下 因為 現在要就是 嗆它才行 好 那我們再講一下RESTOR 那RESTOR的話 其實在一些 比較熱死的人來說 頓手 因為 就是你一開始用的 你一開始學的時候 就會被強迫用這個東西 然後 基本上就是Gate啊Pause啊這些東西 然後再就是 因為它其實是一個 動作 然後再加上一個要操作的東西 所以其實整體上來說比較好懂 再就是 有一個標準就代表說 你在跟其他人溝通的時候 比較好溝通 那 手游其實很容易出現地外操作 那 樣子大概就長這樣 就是 一個RESTOR API的操作 其實大概就長這樣 那 手游的話另外一操作 其實因為我們通常 就是做CRUD 可是手游的話 其實 例如說抽卡 它就需要一個獨立的動作 然後 關卡下一步的時候 就需要一個獨立的動作 但是其實你只要大概分好的話 然後 勉強上來說還是可以分辨的時候它在幹嘛 然後 JSON的話 我們就回會傳這樣 那超簡單的就是看起來就好像很簡單 然後 在Unity的話 就是C-Sharp 就是我先定一個可以Serialize的東西 然後 用它原生的套件 幫你Deserialize出來 然後 就可以擠出來 然後就是 當然這樣用之後就很高興 接下來我回傳這物列表之後它就不支援 因為 Unity這個叫做 JSON UTL的東西 不支援Array 所以 就是有點抱歉 這東西其實不會動 就是 當你回傳Array 它就壞掉了 所以 我就去Sharp 那 像是 Rails的話裡面有個叫做 Active Serialize的套件 那它可以Support三種 一種叫做 你想要回傳什麼東西 然後 另外一種叫做 JSON 還有一種叫做 JSON API 那JSON API 然後它也是一個標準 然後 重點就是 這三種我都試過 你想要回傳什麼東西 就長這樣 Array就不會動 然後 回傳JSON的時候呢 我們預期就是 因為我在這邊 像這邊它是可以用Template的機制 所以我可以預期說 假設我的AttributeName 都是Itunes的話 我解Array就沒什麼問題 結果 那個JSON模式啊 我現在譬如說 它是一個叫做 Story的話 它就會傳Stories 所以 它一直寫不出來 那JSON API呢 就是 太長了 你會發現 你傳一堆沒有用垃圾給User 所以 三個都不好用 所以 最好解法就是自己想辦法 然後 然後再來就是 其實文本資料的東西 一定要送嘛 我們剛剛看到這個 這個JSON 它送了什麼 新手教學 也就是說什麼道具 就是 一定要送嘛 其實不用 為什麼 第一個 你把它存入SequelLine 讓User下載就好 然後 再來就是 如果你想保護你的內容 那你要用SequelTruper加密 然後再來就是 你要解多語言的時候 你只要讓User下載 各種語言的SequelLine 這樣就可以了 那 再來就是 這個情況下 你伺服器平常只要傳個PrimaryKey就好 現在還蠻輕鬆的 就是 一些 可以直接在User 就是在Client段推出來的東西 你就直接讓它在Client段運算 推出來就好 你只要傳一些PrimaryKey 讓它回去可以判斷 就可以解決 然後再來就是 這東西可以搭配 AssetBundle處理 這樣子 那AssetBundle是什麼 基本上就是 如果你的遊戲 組成是一整包 好像1GB 然後在Google費用上下載 雖然說Google費用 好像不會讓你上傳這麼大 但是基本上就是 這樣子的話就是 超費的 所以我們會拆出來 就把圖檔拆出來 而且以後更新方便 例如說我V1.0的時候是1GB 後面每次更新 只要是100M或200M 因為我只加圖而已 那 所以大部分的情況下 這可能就是 一個SQL Lite 然後再加一個 AssetBundle 然後讓User下載下載 都放在它的Local 然後再把它解開之後 就可以用 所以其實 你還要學個東西 叫做 是不是想要管理Bundle的API 那其實很簡單 你就會回傳說 我現在有幾版 但是這東西有一個問題 例如說 Google Play 你每次上傳一個新的APK 那我這次是個大改版 所以我會有AssetBundle 我Bundle的API 會回傳最新版的東西給它 然後 Google Play就跟你講說 你這次變更可能需要等於上兩個多小時 然後你就會發現 User已經更新了 然後 你沒辦法玩 因為APK沒有更新 那我常常在iPad上玩手遊的時候 我就是刷刷刷刷 然後它就跳出來叫更新 然後在App手上怎麼刷就刷不出更新來 那它就說你沒更新不准玩這樣 然後我就只要等它更新 那這東西就是大家可以自己考量一下 就是怎樣調整 那因為其實手遊 大部分情況下都是增加遊戲內容 所以 在沒有什麼大bug的狀況下 其實應該都只是會下載圖檔跟文本 所以可能就還好 對 然後又 又來 就是那個Sequel Chipper 或者找過 有人做好 但是看起來都好像沒有做完一樣 所以 你可能要自己解決這個東西 就是如果你想加密的東西 然後再講一下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那個 影片上道不用騙我 那個抽卡就是假的 好 今天講的就是 就我知道了 都是真的 它怎麼算呢 就是 它還有一個抽卡選項 然後那個WISE 其實就是 這個卡裡面放幾張這種卡 所以我先把全部卡加起來 假設我總共放一千張好了 然後它就 就是從一到一千隨機選一個數字 然後開始扣 它就把這些卡就是撥掉撥掉撥掉 然後 現在到 假設我抽到第五百張 拿出來 第五百張是什麼卡 這是什麼卡 然後就給你 那 所以大部分情況下 這個抽卡是真的就是 應該手遊大部分都這樣寫 就是它是一個很簡單的就是 設定機率的演算法 然後它真的就是這樣抽卡 所以 其實就是 假設我要放五種卡 然後 然後五種卡只是放不同數量 所以 抽卡其實是真的 對 就是 我當初接到這個客戶案子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就是去檢查抽卡 對 畢竟 你知道那個抽卡 常抽不到就會想檢查 所以 隨機選得出來 OK 所以 這就是一個問題啊 其實這是一個很聰明的做法 就是 就是 現在它出活動 像說我玩那個 畢端幻想好不好 他就會說 我Pick Up 就是 3%變6% 就等一下這個怎麼解 OK 它其實 剛剛我們有一個卡池 我們只是把卡怎麼丟進去 它現在分 在這個卡池裡面分成兩個小的卡池 一個是 西遊卡池 一個是普通卡池 好 所以接下來它在西遊卡池裡面只放西遊卡 然後 普通卡池只放普通卡 所以它先抽什麼 它先把西遊卡池那個卡池 就是它可能會放一堆一堆一堆 然後它就放了六堆 從三堆變成改放六堆 然後另外一邊減少它的堆數 所以它會先抽 抽到 你是在西遊卡池還是普通卡池 然後再繼續抽真正卡 那以機率上來說 一切是6% 就是真的是提高了 但是 這東西 你不能保證是 它在西遊卡池裡面偷放SR卡 就是 其實那種 那種抽卡的話來說 理論上來說 其實西遊卡池裡面應該是 就是會有SSR卡 然後再加上幾張 比較好的SR卡這樣子 所以 有時候 就是即使你抽到了西遊卡池 還是會拿到SR卡 所以 OK 像這種 機率演唱問題的話 我們通常會討論是SEED 那 我猜有些遊戲 大家會有一種傳說 例如說就是 更新就是六點的時候 比如說晚上六點更新 然後 抽卡比較容易中 我猜那可能是SEED沒寫好 就是 對 那可能是SEED沒寫好 所以 很多啦 這些東西就是 不再說 然後 下一類是傳說中的DEMO 然後 這DEMO其實蠻ㄎㄧㄧㄧㄧㄥ的 因為 那個什麼 我先找跳文錄標 就是 有一次 我就是新一代設計展的時候 跟同學 還有老師聚餐 然後他們說 我要做女性像遊戲 我都什麼 所以我們TEMPO是一個女性跟女性像遊戲 那假的 就是做的超隨便的 因為這大概其實只做了兩個月 現在下班時間做了 然後右邊其實是SERVO上的LOG 就是東西都是從SERVO送的 然後那是 就是我們的SERVO 那後面白白那塊就是SERVO我的人 他也在填坑 然後那是沒填完在坑 對 然後這其實都是從SERVO送的 然後就是 我覺得這個接頭接手機可能有點危險 所以我就沒有接手機 不然我可以現場改東西給你們看 然後收了扣號啊 我今天回去應該就把它放上去 然後大家可以回去玩玩 但裡面是因為有些部分就是亂寫的 所以這個扣不要太殘扣 就是不要太認真看扣 因為可能你可能會踩到我 我留下來的雷這樣子 然後再來就是 手機SERVO很棒的地方就是 既然它是WebSERVO 我就可以安心寫測試 所以像是我當初剛接客戶案子 我幫它升級啊 就是從ROAD4升到ROAD5 然後一跑測試就 7000個測試裡面壞了2000個 大概是太好的 我就是有長期的工作可以做 基本上可以實際上自動化測試 而且我們重點在什麼 request text 因為其實你其他 大部分情況下你不需要測view或什麼 你重點是你API回傳是對的 而且據說很多手遊 API只要回傳錯的話就爆掉了 我當初幫他們做的時候就是有遇到就是 有一個API 就是ROAD5的時候他改了一個地方 就是生成JSON的時候如果你是回傳去控制 那他就直接把那個key刪掉 接下來他在Key就找不到那個key 然後就爆掉了 所以有時候手遊玩到crash 其實是server的問題 但不要去找那個server team 寄导片之類的喔 然後再來就是寫測試一定要記得 成功之外也要測失敗 尤其是 你可能還要考慮一下這個基線 為什麼來玩你的server 那 這邊其實就是ROAD5的測試 那如果你寫過ROAD5的測試 跟跑出來是一樣的 因為有時候你真的不知道就是 它DEFOR層次生出來的東西 就是跟你預期是一樣的 然後另外一種就是針對大難為測試 例如說這個玩家明明有取消任務 可是他卻有取消時間之類的 那會測這種東西 然後這時候 這個東西就可以問一下就是 現在大家都做web 大家有實際上自己deploy過server的人 有多少 可以覺得什麼 人數急劇減少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 部署齁 既然 這個測不到其實當初都會有客戶 所以 要先看解釋一下 這三種東西差在哪這樣 OK 機房 反正機房 要嘛就是花大錢就是在 例如說什麼中華電信買個位子 或要嘛就是放在你自己辦公室 然後 我在 準備禮拜三演講的時候 其實剛好就是 上個禮拜 我就遇到 我爸在中地的公司 我幫他sale一些UPS 然後 即使sale的時候 還是掛 那為什麼掛呢 因為它是 電纜燒毀 然後 燒毀之後 我打擊馬上台電會修還好 結果 因為有一間診所說 我要營業 所以要到11點 所以它呈現一個 一下有電一下沒電的狀態 所以我UPS完全沒有效果 因為它會遲到說 欸我電了 然後一供電之後它就掛掉 因為它是沒電的 OK 所以這東西 建議只能放在 辦公室當測試機 有保險 不然就是你有錢 你可以去做個機房 那再來就是 VPS 我覺得VPS 對小團隊來說是最實惠的 像 前陣子有一款 手遊 叫做Online UL 通常通稱UL 然後他們要結束營業 然後 就有人說 他的募資 然後要跟那個 買下那個版 營運權 然後他的募資竟然是 他說他怎麼 他可以生出200萬 然後我想說 200萬不是兩個月就沒了嗎 OK 那我依我客戶的狀態 然後 反推 那款遊戲 玩家的話就是 有評論的話大概是 好像是一萬多人 然後 以這個數值來算 假設 就是 什麼 企劃 然後裡面 營運工程師 這些東西加起來 一個月大概少100萬 然後 據說他們 那邊內部的人也講說 一個月大概少100萬 所以 200萬只能撐兩個月 還沒 連營運權還沒買下來 兩個月就掛了 所以 用VPS 理想狀態 就是 你自己也很科普 就是一個 印第的反對 就是 你可能可以再一個月 花個幾千塊狀態 然後他先撐起來 撐起來之後 再考慮要不要換到原端 OK 像我佔用ADIOS 那他們也要供上 我就 那時候跟他講說 你就BASS我的簡報 然後 繼續跟他們供上就好 結果 我TA 就是 印第團隊 一個月 就是大家省一點 幾個幾千塊出來 可以先RUN起來 結果他介紹的東西 看一下一跑下去 大概幾萬塊下去 然後想說 他這樣真的推得到人嗎 然後 VPS的話 剛剛常用就是幾家 然後ADIOS又出現這樣子 對 所以簡報就是ADIOS比較多 OK 好 DGOS的話 一個問題就是CPU真的 有點弱 例如說 我會 Compile 那SS Compile 然後 雖然說 掛掉的原因是記憶體不夠 但有可能是因為CPU跑太久 所以他一直 丟在那個Cache裡面 記憶體這樣Cache這樣子 OK 然後 Renote的話其實是 老牌服務上 但我不太喜歡用的原因 其實只是因為 例如說 你要設定防火牆 他沒有做過對基金整個Grooper 那像DO或是Voter的家 他們都已經有整個Grooper 所以其實 他已經盡力的在降低你 對DevOps門檻 因為 你在Deport的時候 像防火牆不會射 他會不會射 他會不會射 超貼心的 那 這些可以透過 好 然後 雲端的話 實際上很貴 那我自己射的話 大概就是其實正常來說 可能會是你租VPS Double錢 可是第一個就是 雲端服務通常 它會有很多其他服務 跟你搭在一起 然後再就是 大型活動 例如說 像我客戶 大型活動的時候 他會跟我講說 我加開設備 我說加開幾台 加到500台 我說 好 就是我們可以結束一個討論 就是 平常不會用到很多台 但是 對這種大遊戲公司來說 雲端服務 他們會選擇 是因為 他們很容易去調路機器 那再來就是 像AWS 這點真的就 這個AWS 就不算工商 因為 它真的是有很多 完整解決方案 但是 等一下再說 我後面講我會看到 但是 用的話其實可以省很多利息 因為 像前面說的Firebase 你可以不用解決登錄的問題 因為 反正出問題就推給Firebase 大家就說 那我SDK沒更新而已 然後就是 剛剛官方也沒有推更新 就跟以前那個 有個笑話就是說 欸 網站掛掉或網站中毒 然後 工程就會講說 啊不是啊 但是因為微軟沒有更新啊 對 那原段的話 應該大部分情況在開發 應該都選這三家 然後 然後 微軟的東西就是 你用微軟的東西開發 用微軟的就會動很順 那 不是用微軟的東西 就會覺得 高興 再來就是它其實很貴 就是 微軟的東西真的比較貴 那 GCP的話 如果你真的只想服務台灣的話 其實它有台灣的節點 就是 超棒的 重點就是 你要習慣Google玩法 這是什麼 之前 之前那個什麼 最近不是台積電的問題嗎 有個朋友就發一個頓戶的文章 它就說 反正內網都會中途 那不如都全部讓它從外網連就好了 所以 Google 要連Classicle說 你要先在那個 Classicle上面設外網的 剛我講 就是說 欸我允許 所以 GCP上另一台機器可以連上 而且是它的 公共IP 然後 都允許之後呢 你要從外面繞過去 所以你在GCP裡面 是沒辦法透過它裡面的區域網連線 那 這東西 對Google來說 它可能是覺得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對我們來說 會覺得說 超不科學啊 我在Apps裡面 不是就是直接可以連通那個DB嗎 因為它應該幫我切割隔離好 那Google上面的話就是 真的不會犯你的理解 那 Apps的話 其實 大部分情況大家都會用Apps 嘛 它也很安定 但是 有時候它推出來新服 它根本就拿出來時間 然後 我有時候就玩玩 就不然 就是 就是我明天照文件做還是會壞掉 那它 它是在實驗 所以 最保險的是 你只要用EC2 就可以解決剩下的問題 因為你只要不要用它其他東西 就會遇到雷 因為它EC2已經做很久 那Apps的東西就是 如果你看不懂它在幹嘛 就不要用它 因為 那超危險的 然後 像什麼EC2 EOB OK 就沒什麼問題 所以Apps其實 大部分起碼都很好 就是它2的新服 不要亂玩 然後部署SOB的話 其實就是 選馬 然後用什麼Server 然後 接還錢 然後上傳執行監控 監控的話 其實還蠻重要的 但是 所以簡報不能講到 不會傳還金的話 就是 你要被Fivez綁住 這樣子 然後Hewko也是可以 但Hewko它貴的話 大概是雲端在大落 這樣子 那為什麼它這麼貴 因為它請工程師幫你送還金 就這樣 所以 如果你真的要請工程師的話 你可以也上傳到Hewko 然後 Fivez就是 你真的是沒辦法離開它 我知道現在還找不到會出的按鈕 如果有人知道 的話可以跟我講 然後就是 Fivez是沒有Sequel 然後 之前就遇過就是 有遊戲圈的朋友 他想說 我來學一下做遊戲Server 然後拿Fivez來練習 因為其實 Fivez有整個Unity 所以對遊戲圈來說 他們通常搜尋Fivez 他就用 他就發現說 我想要架另外一個玩家好友 但是我不知道那個玩家好友 那個玩家Key是什麼 所以 他不像我們寫Sequel的時候 可以select出一些關聯 因為對很多Sequel來說 一定要知道Key 所以他發現 他們有辦法去搜尋他的好友 這是有坑 所以大家要小心 然後Hewko就是 花錢解決問題 真的就是上傳上去就會動 這其實也不一定啦 如果你的code沒有寫好 還是會壞掉 就壞在一些code上這樣 那鍵環境的話 一般來說 例如說什麼PHPR之類 或Ruby之類的環境 其實Dubborn CAS就是 YUN INSO或APD GAT 就可以解決 然後 SERVER的話其實 這邊的話例如說 像NGINS 我們之前有個同事 SERVER SERVER 就遇到一個問題 他跟我講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把那個 就是 他的Process開大 我說為什麼要開大 他說 他說他已經顯示那個 Creed滿了 就是Request aCreed滿 我說 他不是在跑那個 GCP的PELSE Check 為什麼會把你的Creed占滿 然後看一下他設定 然後發現 他的那台機器有四個CPU 可是他NGIN 是沒有設定 所以只用了一個CPU 所以記得要設好 然後再次防火牆 那 那說 裝上鍵 然後真的不會裝晃 然後 像ADOS 還有叫做Obswalk之類的 那這東西是什麼呢 就是你剛才講說 AWAPA有個Rubion Reels 然後他就會幫你安裝好 剩下的東西 然後 大部分的情況下 如果你真的不會用 就是去設置 然後再來就是資料庫 記得 就是不管是MySQL 還是Postgre 他們都有設定檔生的器 然後你可以依照你當下 你的DP Server的環境 比如說CPU 記憶體這些 去設定 然後他會幫你調到一個就是 比較能成 就是完整的運用到 這台Server的 硬體上的資源 所以 這部分其實很簡單 就是大部分 不會調的話就是 用設定檔生去調 那真的有什麼 細微的問題的話 再去查一些文件再調 讓他們都會懂 那 ADOS的話就是 RDS 或是HORORON 那 RDS的話 據說就是 比你在一技術上 自己裝還慢一點 但好在就是 那個AVNOR 會確保他是活著 那 有預算的話 用AOROR 是因為 AOROR就是 AWS模改版 所以他其實跑得比 普通的DP還更快 然後 然後 放火牆的話 聽說現在大部分 第一次都有一個叫 UFW指定 然後他可以很簡單的設定 放火牆 至少他會發生這件事情 就是 如果你有好好的用著的話 你就是在 不小心把自己擋在外面的時候 會發現你斷線 然後再把那條規則關掉 不然以前我們在寫 那個什麼 IP tables的時候 常常就是 把自己隔離之後 就再回不去了 對 所以像基礎Ocean剛剛提到 就是有後台可以用 就是最安全 因為它是從 它的那個就是前面的路由 那個本機那邊 去擋下來 所以你 你被擋住的話 你就是回去它的後台 打開就好 除非你有辦法設定到 就是讓它整排 就是讓整個服務 把你自己擋掉這樣子 但這不太可能 所以 比較安全 然後雲端浮化就是VPC 但 VPC的缺點就是 真的超複雜的 尤其它每次改版的時候 就找不到 而且 就是我之前用的時候 它預設那個是設好的 但是你自己新增 例如說你自己新增 一個 routing 還有什麼 gateway 之類的 你設好的時候 我之前就自己新增 新增完之後就發現 欸為什麼我不能連線 可是從機器上 連換就是正常 後來發現就是 如果你沒有好好設定那個 gateway 的話 它真的是可以 它可以出去但不能進來 因為你要自己去新增 可以進去的規則 那 這東西就是用VPC 很麻煩的地方 然後再來就講一下就是 拓展 那 其實這東西 大部分網路上文件 其實都講到爛 第一個就是catch 那 尤其是像 手遊 第一個就是文本資料 直接丟在玩家端 所以 這段就 不會有什麼常用 那再來就是其實 玩家會常常打某些任務啊 或什麼 或現在活動 其實那個東西都丟catch 那基本上 如果它需要把力氣去查詢 然後再來就是Loblancer 就是 玩家多的時候 就多嘛 那我們就是 加機器就好 用錢解決問題超方便 機器加上去 其他就可以解決 然後再來就是 通常 平均應該是在DB上 就是 你要做一些DB的殺點 就是切 切出來 這樣 負擔平均會再多台DB這樣子 然後 這個東西 應用程實現 應用程實現 我幫他升級 我幫那個客戶升級 然後我做大概一個月的時候 我就猜說 這客戶絕對是因為 升級這個太麻煩 所以他就叫我做 他就外包找一個外面的人做 因為他們自己工程都不想做這件事情 那 可能會需要一些應用程實現 那最理想的地方應該是 有獨立的app 譬如說像是 有像什麼 MySQL proxy之類的服務 直接用那個東西去幫你做一些 sharp點切割 會比較保險 然後再來就是 拆 Service 那 基本上我個人是認為 就是 SOA是比較大塊的 Micro Service 他再往下去 切小就是 真正的Micro Service 所以一般來說 我們可能會從 就是 玩家的DB切成獨立的 Service這樣 那 有些比較大的手游 其實他是 他帳號其實就是 你開完新的手游的時候 還是可以用他那個 統一的帳號去登錄 就是像這種東西 其實他就是可以切割 那確定就是 你Service call越多 就是API call越多 就是 會有latents 就是會延遲這樣子 那 其實這種感覺就很像 NORP抓 我們會分什麼 地圖伺服器 登錄伺服器 這樣子感覺 然後這個舉例就是 又是AWS工商必要 就是 我們要拿AWS來解釋 這樣子 先開個EC2 然後 有SF幫忙的時候 你就會切出一堆S3 讓玩家嚇著 因為你把它放在你的 Web server上 跑的話 還是 Train SQ之類 然後接下來就是 後面接什麼 後面應該是接DB 所以 剛開始你可能省錢 就是把DB裝在裡面 那現在多的話 你就開個RBS 然後其實大部分情況下 都是DB瓶頸先出現 所以你就是把DB增加 然後 為何 風景出現之後 你就跌個ROBALANCE 然後接下來 你玩家可能 跑到國外 他就靠北你說 欸這點線速度能這麼慢 所以你就什麼 你就再加個什麼 CloudFront之類的東西 跌在前面 正好讓他在各國的點線速度 會稍微順暢一點 那再來就是 查訊多了 所以 你再加個Cash 讓他不要 沒事就去算一算 所以你就跌個Cash在上面 然後接下來 最後就是 有時候就是 你在睡覺的時候 就會爆 所以你就是加個AutoScaling 這樣子 然後這是很簡單的範例 那如果是做Web的話 大家應該都很有感覺 就是 這東西其實就是一些 網站在做Scale的 一些簡單的SOP了 所以 大部分情況下 說真的 應該是DB品質比較多 至少 我們客戶會玩到 就是那個 MyT4會匯報說 Too many connections 就是 好像是上線以前吧 就是他可以 玩到就是 吃到上線 但是據說 每次吃到上線 我們去檢查的時候 都可以點上CB 然後 還有一些歡樂的事情 就是 你去接觸一些 遊戲業的時候 就會發現一些很生氣的事情 例如說 像我一個 學妹啊 在當遊戲工商企劃 然後 有些人都說 你為什麼要怎麼上資料 他說 企劃是不能連資料庫的 可是他的電腦裡面 都有一個DB client 然後 還有什麼 例如說 像我們客戶 就是 原廠有一個 給企劃用的Edit 他可以在臨時 需要加東西 或調東西的時候 有一個Web的見面 可以進去免職 結果 到了台灣之後 他們就像 insert into 不要忘記下會了 接下來是不是玩家 又發到一張 還沒上卡片 所以他們後來 做一個規定 就是以後不能下資料 我 再來就是 例如說 有個遊戲 它有一個停序號 最近有活動 停了一個序號 然後就有人跟我講說 某個IP來自 1、2的同學 不要再把他掃 那個東西 因為那個東西明明整天 英文跟數字 它一直在送中文 OK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客戶 遇到一個就是 他去查的任務列表 就是一個機器人去查的任務列表 然後 SERVER回的是500 是Internet Service Error 然後 他竟然 那個機器人竟然 還能自己努力的 重新打開這個網頁 然後接下來 發生什麼問題 其實平常 Web段落的 是不重要的 大概是20% 結果 因為他一直重新刷 那個頁面刷到 CPU變50% 然後還有一個驗證碼 也是蠻厲害的 就是 他就從 日本新加一個驗證碼服務 然後 加完之後 我就看到他們來討論 他們就說 欸 那狀況怎麼樣 他說 找200萬個機器人 到底有多少機器人在玩這個遊戲啊 然後 接下來 因為 因為在台灣做的是國際版 所以其實有SERVICE 四個國家 然後那個驗證碼公司 就是他們沒有用Google的 驗證碼服務 但是他們就是日本驗證碼公司 就跑來問他們說 欸 你們平常到底有多少玩家 因為他們不要擔心 他的SERVICE被打掛 就是 狂刷驗證碼 那 如果你想做這連線手遊的話 我就可以考慮去找間現場系公司 念念 但好像其實 算了 我同學 我同學當企劃 但是他就幫他們程式改成式這樣子 然後 他附這個事件 因為就是Ctrl-C 他就 他replay他要這個功能 他要Ctrl-C 結果他說 你不能按住他 為什麼 因為按住的時候 他會Event沒有停止 他會狂噴Event 然後我同學跑去幫檢查 這個 然後跟他講說 欸 你這改這樣就可以修掉了 然後 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 奇化後去幫程式改成式 然後 如果你想學連線遊戲的話 就目前為止 我在網上有看到不少 就是 各種線上遊戲的 Open Source版 所以我們可以上去找一下 他們怎麼去實作那些 TTP 或UDP的連線 就是 長連線的遊戲 那當然 Unity 或是Unreal這種引擎 就是 他們 他們都有那個 連線功能 但是他連線功能 大部分是區網連線 OK 所以 用Unity還是要自己想辦法 就是 Unity沒有想像說 美好 如果我們想做連線遊戲的話 OK 所以先想想想 我對Unity沒有意見 只是 我們平常做習慣 Servor的時候 然後做Web的時候 其實是很流善的 OK 然後做可能的關係 在這方面都蠻苦的 就是 寫照Rsql也是蠻苦的 就是 三個月改一次規格這樣 好 Jason的話 我覺得 討論Jason的Team 是一個問題 就是 就是 這東西就是讓那個 前段跟後段去打架就好 那我們來做一個結論 就是 因為我剛剛講就是 大部分的情況就是 我們通常會有一些就是 譬如說 上面 老闆想太多 就是 想掉的東西太多 然後 所以我們要先考慮是 團隊總統 然後 其實沒有規定不能混合使用 因為例如說 Google的Big Query其實是 分析強大工具 所以很多人其實是會把 AWS的東西送到Google上去 來做分析的 所以沒有規定不能混合使用 然後 譬如說 像 ActionCable 其實它不是個很理想的 WebSocket Server 所以有人用 Golain來寫 這樣 那一個有趣的事情就是 那個前面一場 那個塔瑪序 我們之前在實作 WebSocket Server的時候 然後我們就讓那個包裝系統 然後泡泡泡泡 結果 ActionCable掛 然後我們的WebSocket 實作是活的 可是 我們的WebSocket實作 是超ActionCable做出來的 所以 超神奇的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它會自己掛掉 這樣子 那 大部分情況下沒有最佳解 所以 我給大家只是一種 就是大方向 就是 大家平常大家怎麼做 但 有沒有適合的做法 或是不同的做法 還是會因為你做什麼遊戲類型 才會有改變 那 那 時間有問題的話就是 八千九九 不如這種方法 那 如果錢是問題的話 其他方案我一定會畫掉三組線 因為我也想不到 就是沒有錢的話 還有什麼辦法解決 這樣子 那 像是 部署一些 東西 還是腳本的話 其實 有一些現成的東西 像是 LaVo 或是 或是其他語言 其實大部分他們都有一些現成語法 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是OK的 那最後我跟大家講說 就是 卡牌手遊戲超難做 千萬不要嘗試 謝謝大家